《南都娱乐》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绿春 我其实一直都没有想好 整张专辑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名字 但是我知道我想表达的这张专辑是 是生命本体 当时其实我尝试了很多很多别的名字 我自己都不满意 直到写出这个单曲《蛙》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这个女生词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它好像对于人这个物种 是更生动的一种表达 一种表现 所以我当时开始有想说 是不是用蛙来做这个专辑的名字 然后后来又纠结了很久说 那蛙是不是有标点符号呢 然后后来也纠结了很久 也尝试过不同的 后来我还是放弃了标点符号 因为我觉得我想给它更多的想象空间 因为它既有婴儿的表达 也有惊喜的表达 也有呕吐的表达 很多很多不同的都可以用在这一个女生词上面去发散 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应该给它表点符号 让它具象在一个比如只是惊喜或者只是一个哭泣 我当然是因为我自己的从事这个工作 就是你当然会被不同的人去解读 但是每个人解读你的时候 未必是他真的认识李宇春本人 或者是他知道你的喜好 或者是你的很多很多东西 其实可能彼此根本就不认识 我们都是陌生人 但是他对于这个符号 有他的一个认知和理解 但是哪怕这个符号跟这个本人 有可能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 但是也不影响他对于这个符号的理解 也不是 我觉得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 其实我自己不是太具象在我个人的一个表达上面 我觉得还是对于一个一个生命来到这样的一个世界 也许都会面临的很多不同的一些标签 一些标注所要去表达的一些东西 而且挖这首歌仅仅是挖这张专辑的一个开篇而已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首歌曲会很冷 很就没有什么故事没有什么情感 但是可能你在接下来的一些作品里面 你会听到一个一个具象的一个个体的一些故事 因为挖它是一个还是像一个纲领一样的 去开启这张专辑而已 我觉得可能要听完整张才能聊这话题 尤其是首尾的这两首歌 就是挖跟最后的这样一首歌 它的一种关联度 其实它虽然是完全不一样的曲风 但是它的那个关联度 包括跟专辑封面的关联度 都是非常紧密的 所以 我觉得可能要听完整张才能够明白 我认为还是会有一个视角上的转变 这个转变就是从流行就开始了 但是我觉得这张会更具体 因为流行其实讲的是一种生活的洪流 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之下的一种状况 但是这张其实我觉得有流行的一个延续 但是它是聚焦在洪流之下的 个体的不同人群的故事和状态 当然了 每个人理解不一样嘛 而且其实很多时候 现在大家其实没时间 其实没时间去听你讲说 我是怎么创作 我是怎么想的 我纠结那个几秒钟的一个结束 就是好像大家现在都挺忙的 没有这个精力 没有这个耐心去听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做音乐 还是非常重要的 还是在于你自己对于这个东西的一种 执着和热爱 这个东西很重要 不是来自于说 这首歌成功了或者没有成功 因为这个成功的定义 已经非常难以去精准化 我觉得你既然你要创作 你要表达 你要去讲自己想要讲的东西 那我觉得一定是 一定是要有自己的特殊性 自己的不同的视角 我觉得这才是有价值的 有意义的 要不然 就是如果东西都是千篇一律的 或者是有一个套路 或者有一个模子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做音乐 全部的价值 我在做音乐的中段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思考 因为那个时候也会有很多人 就聊这样的话题 所以其实你会去思考一下 这样的一些东西 但我后来发现说 这好像是一个 永无止境的问题 因为 开始的时候人们会说 你是否拥有一张流川度的歌 是否拥有一首流川度的歌 然后当你拥有了一首流川度的歌之后呢 人们又会说 你为什么没有 一而再再而三流川度的歌 就是 总是会有人不满意 总是会有人有他的看法和观点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无法被满足的 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 也不是你成为你做音乐全部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是经历过那样的一个阶段之后 反而现在我其实更加注重在 我本身想表达的这些东西